好,我们这边有一个Sperical Aquarium 它是球形的,球的形状 它的一个是50CM 然后这个是鱼缸,球形的鱼缸 然后它装了水 然后它说surface area of the water 其实它的surface area是它上面的这一层 的那个水,水上面的那一层 OK,它不是讲它旁边那些也没完 但是最上面的那个是1600 就是说,其实假设我在这一边 它是在水位到这一边 然后它的surface area 其实就是这一个地方 就是1600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它其实是一个圆圈 然后我要找它的这个radius OK,这个的radius呢 我给它名字叫做J加V 所以我的radius 然后我的area呢 就是我的πj square 这个其实是这一边来的啊 所以πj square等于1600π 所以我的J square等于1600 所以1600其实是40的sq 所以我的J加V是40 而一个是40 所以就是说在这一边呢 其实我的这一边呢 其实我的这一个的那个长度是40 然后也就是我的这一边呢 我这一个是40 OK,然后呃,将过来这边也是40了 OK,然后我知道我这一边下来是50 然后我把它平分 当然平分刚刚好是在那一边嘛 所以我这一边下来 这一边也是50 OK,所以我可以知道这一边是50 这一边是40 然后这个我的x呢 它这边垂直的话 所以我的x会是等于sq 50sq 减40sq 然后拿到的是30 这样我的height 这一边的height呢 它就会是等于 那个水位的高度 会是等于 呃,什么 50-30 等于20 因为这边30嘛 然后这整个下来是50嘛 然后50-30 这边是20 然后除此之外呢 其实这一题它有两种答案 它另一种答案呢 就是说 其实它的40是在这一边 OK,那40其实是在这一边 然后我这一边是我的40 OK,这边是40 然后我这一边这样下来 OK,然后这一边过来 这样 OK,等一下 我还是跑过来另一边 这样比较漂亮 所以40是在这一边 所以 所以 同样的嘛 我这样算的话呢 就是说 我这边是50 这边是40 所以这边是30 然后我这一边下来 这个部分 这一边到这一边是50 然后这一边我算到是30 所以我的另一个height呢 会是50加30 等于80cm OK 所以这个是20cm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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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